跟随渔船出海捕鱼 他们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 也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五千斤 五千斤 就是我们第一碗 第一碗的收穷五千斤 我们今天有一座鱼山 在广东站江 欣赏壮美的海洋景观 两层浪交织在一起 真的很漂亮 叫做十字浪花 登上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品尝这地最香甜的火龙果 好甜 而且看汁水 就真是小小地咬一口 就流了好多 品尝鲜美山贝 感受村民的海上生活 最朴实的愿望 就是占更多的钱 把红楼品质养得更好一些 让生活更好 像那个小康随口就可以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蓝海家园美丽湛江 正在播出 我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 广东省湛江市 应有壮美的山海风光 和多彩的南越文化 湛江的大陆海岸线 长达1200多公里 有雷州湾 北部湾两大天然浴场 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我们远方的家世旅族 来到湛江市 最西线的江洪渔港 和当地渔民一起出海捕鱼 感受他们的海上生活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最西线的江洪渔港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钟 我们和蔡船长约好 在这里见面 以后我们要一起去 出海捕鱼 蔡船长 蔡船长您好 一会儿我们就要出海了 是吧 你拿出海 我看我们一会儿 是要坐哪个船出海 坐海了 等一下就出了 坐这个小船 然后去那边 是那个大的那个船吗 是呀 我把你留给 最大的 大的那个渔船 蔡宁是江洪渔港的一位老船长 她告诉我们 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她每天上午都会和船员们 一起出海捕鱼 这一趟行程 她准备前往北部湾的渔场 进行捕捞作业 江洪渔港 是湛江西海岸 最好的天然两岗之一 在这里 不仅拥有良好的避风条件 生产补给和油脂供应等设施 也很齐全 因此江洪渔港 是雷州最西一带渔民的 主要汇集点之一 也是湛江众多海鲜市场的 货源地 刚刚我们行船了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开到了一个比较远的 稍微远的一个海域上 和我们要出海的这艘船 现在靠近了就是这艘船是吗 那的确比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小船 要大很多 哇 看我们这次也是准备了很多的物资 因为要在海上漂泊差不多 十九个小时 因为需要经历十多个小时的捕鱼过程 在登船前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些生活物资 蔡船长告诉我们 他们每次也会准备半个月左右的食物 方便船员们在海上的生活 在湛江 每年的九月到来年五月之间是开雨期 对于靠海吃海的渔民来说 一年的收成好坏 就看这几个月的捕鱼量 上船了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是两艘船一起开是吗 谢谢 我看整个这两个船的体量比较大 这是多大的船啊 这船30多米就算 30多米算是这种出海船比较大的了吗 大个人还要大 这个不算是大 这还不算是大呢 蔡船长告诉我们 这种渔船叫托网船 在捕捞的时候 需要两艘船并排前行 在当地 他们的这两条船 只属于中等体量的渔船 最大的渔船 仅船身就能够达到100多米 随着渔船的启动 两艘托船开始前往北部湾渔场 进行捕捞索业 由于渔船上配备了先进的雷达 以及海底声纳探测等电子仪器 一旦在海底发现渔群 他们就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信号 有鱼之后它是怎么显示的呢 它一点点就也有红色的 团开过去了 然后有鱼了 它就在这里显示出来 我看这个数字6.2米 6.1米这是什么意思 那水三度 所以就是在我们前方差不多 水下6米多左右 现在还是没有鱼的情况 等有鱼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显示了 先进的电子仪器 让捕鱼的效率提高了很多 但是想要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上 有所收获 仍需要丰富的经验 蔡船长说 这一趟他们计划 沿着渔场的前海区域进行捕捞 因为在冬春季 鱼群会在这里进行繁殖 在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 仪器就探测到了鱼群的信号 对于等待了一上午的船员们来说 此刻正是他们最为忙碌的时候 我们刚刚在这片水鱼 发现了鱼群 我们前面的这艘船 已经把鱼网放下去了 我们这艘船 现在跟他们靠近之后 也在放网了 那这边有一位水手 他是专门负责来放这个缆绳的 我们看 因为往前走就会比较危险了 所以大家一直告诉我们说 要靠着边不要太往前 为了保证安全 船员们也是一直在提醒着我们 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经过20分钟左右 船员们把一张近百米长的大网 下到海里 下好往后 两艘船开走马力 全速前进 刚刚这个监测到这边是有什么鱼啊 就黄鱼 黄鱼 对对 大概能有多少量呢 做过超不准 有的时候多的话 一万几千斤都有 那我们刚刚这个放这个网 其实我看时间也是很快很迅速地放下去了 对啊 大概要拖多久呀 六个小时 要拖六个小时 对 船员告诉我们 每一网鱼前后需要六个多小时才能保证补到量 每次出海 他们需要下网两次 前后十多个小时的工作量 对每一位船员的体力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距离下网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在船舱里 船员们也准备着晚饭 虽然只是简单的极客菜 却是他们在忙碌李天后最丰盛的一餐 这边是煎的鱼 然后这边是炒的鱿鱼和花菜 然后这边是排骨萝卜汤 那里什么是米饭吗 哇 这也是一个咸鱼 咸鱼汤 哇 除了海鲜就是海鲜啦 一般都是吃海鲜多 吃海鲜多 我们抓的海鲜 最一般都是吃海鲜啦 蔡翔告诉我们 鱼迷们靠海吃海 每餐都离不开漁火 和过去相比 他们现在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 就在几年前 他们开的还是木船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就比较简陋 甚至还要冒着风雨工作 下雨又漏雨 不会漏雨 对啊 现在铁船不漏雨 睡觉又暖气 那原来是没有暖气吗 没有 现在木船做工 在后面太阳又晒 下雨的时候雨又淋到 现在铁船跑了很多 从过去的木船到现代化的渔船 对于鱼迷来说 不仅捕鱼的条件安全了许多 也让他们的海上生活更舒适一些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六点 落日的雨灰映照在海面上 泛起一层层的光韵 片刻的休息 也让我们能够欣赏到大海的美丽景色 经过了整整六个小时的渔航后 船员们终于等来了收网的信号 为了方便拍手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船员一起 转到另外一艘雨船上去帮忙 所以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艘船上 因为刚开始实际船船下的网 我们就要来到这边把网拉上来 一会儿第二艘网是从我们 载到那艘船上来的 看看我们能帮忙什么忙 但随着机器的哄鸣声 牵引硬的蓝绳开始绷得越来越近 随着蓝色的网都升到甲板上 船员们终于看到了 今天收获的第一网浴火 现在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 看到这样一大包了吗 这里网的都是鱼 好多呀 这都什么鱼啊 硬龄丁 硬龄丁 船员们告诉我们 这种细长的银色小鱼 也叫做沙丁鱼 因为繁殖力强 种群数量多 是他们捕捞的主要海产品之一 除了沙丁鱼 这一趟他们还捕捞到河豚 金铮鱼 黄鱼 海蛮 以及螃蟹 大虾的海产品 叫做黑鱼 就最大的了 黑鱼来的 好大 看一看 看一看 刚刚我打的地还没一条 感觉还没有那么大 但这条黑鱼很大 黑鱼鱼 很漂亮 看它的这个鳍 哇 而且是它是这个黑色的尾 所以是黑鱼 是吗 哇 这种鱼是生活在 多少米深的这个海里啊 史山史仙它都有 看这个鱼还是非常的有活力 船员告诉我们 这种黑鱼也叫加吉鱼 是湛江一带特有的海鱼品种 它们的味道十分鲜美 市场价能够卖到60元到70元一斤 能捕捞到这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海鱼 是他们最为高兴的事 这里可能有5000斤 5000斤 就是我们第一网的收成 第一网的收成5000斤 对 今天有一个鱼衫 这种鱼一块钱一斤 就5000块 5000块在我们面前 看是不是今天第一网我们收获还不错 算是一帮帮 但其实看大哥这个笑脸 就感觉很开心 看那么多肯定是开心了是吧 对 今天这个没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收获还不错 在船员们看来 第一网就能够收获5000多斤 是非常不错的成绩 按照市场的收口价来看 这一网他们就能够有2万多元的收入 随着第一网渔火分解完成 船员们再次下网继续忙碌起来 直到凌晨3点 他们迎来第二网的渔火 现在这个时间是属于半夜的时间 别人都在休息 但是船上的渔民在这个灯亮如白昼的船上 还正在着新型的工作 我们看远方的海面上 其实已经完完全全的漆黑一片了 我们只能看到远处有零零星星的船 也在同样进行着劳作 这一半也就是渔民们很日常的一天 那现在差不多是凌晨3点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大家都已经在开始去分解 所有打捞上来的这些鱼类了 凌晨就在大多数人熟睡的时候 渔民们仍在船上忙碌着 船员们告诉我们 虽然工作比较辛苦 但是只要有好的收获 就是最好的回报 随着船员们把渔火分解装箱后 我们这一趟的捕捞行程也接近尾声 为了方便我们设置组返回码头 蔡船长特意安排了渔船来接我们上岸 现在是凌晨的4点半 所有的鱼也整理好了 也到了我们要下船的时间了 所有这些鱼可能等到了天亮了之后 就会拿到鱼身上去卖了 小船来接了 我们也要从这艘大船上回去了 谢谢各位大哥们 夜幕中我们也完成了这一趟出海捕鱼的拍摄 从上午10点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 将近20个小时的工作 让我们深入了解了渔民们的真实生活 更感受到他们出海的不易和艰辛 这就是生活在大海边的人们 他们在这里心情地耕耘着 用双手创造着财富 也收获着大海无私的馈赠 在广东湛江欣赏壮美的海洋景观 两层浪交织在一起真的很漂亮 叫做十字浪花 登上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品尝这里最香甜的火龙果 嗯 跑甜 而且看汁水 就真是小小的咬一口就流了好多 乘船出海 体验善被养殖的独特方式 三个月主要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看它大了多少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蓝海家园美丽湛江 正在播出 看一片海 仿一座城 我们来到最具人气的赤坎老街 这里的市井长相 所住了湛江的烟火器和岁月时光 来到湛江一定要逛逛赤坎老街 但是清姐说在逛老街之前 先来带我吃这当地的有名的 这个水井头早餐 清姐就在前面了 就这家是吗 你看是不是很热闹 是 我看很聪明的 好多人 蔡婉清 赤坎老街的宣传志愿者 几十年的老街生活 让她向我们推荐这家 水井头早餐店时信心满满 都是我们车坎的 赤坎车坎的那个 就名的美食特色 好 这里我看看有捞粉 有一些汤 你比较推荐什么 我还是推荐你吃这个吧 海鲜捞粉 海鲜捞粉 是吧 赤坎 海鲜之都 应该是的 值得一试 好 好 好 那我们在这点餐 我们排队 看一看 在赤坎 从来不去海鲜的搭配 即使早餐也要丰盛至极 琳朗满目的各种食材和配料 是早餐店老板 一早就准备好的生意秘诀 这些就是海鲜捞面里面 就都是所有放进去的食材 对 海鲜捞面里面就是会把所有的海鲜食材都放进去 对 基本上 像这样一碗粉要煮多二十天 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左右 马晓慧 早餐店的经营者 十多年前从他开店的初期 就已经牢牢抓住食客的胃口 他深知 吃惯了海鲜的湛江人 哪怕食材有一丁点的不新鲜 都会被挑出毛病 而烹饪手法更要眼疾手快 这样才能既鲜又嫩 两三分钟的时间 足够他烹饪出一碗汤汁浓郁的海鲜捞面 我们已经端来了两大碗 特别沉 份量非常足 哇 我们找一个空地做一下 哇 看他的这个馅料真的是太丰富了 肉质很大的一块生蚝 对 然后有虾 有泥丁 有鱿鱼 这边还有一些贝壳类的 就是越翻我就感觉他里面的料越多 而且放得特别满 不是说单单的铺了饱饱的一层 而是放得特别特别满 像这样一碗多少钱啊 二十块 只要二十块钱 对 哇 这真的是非常实惠了 哎 物美见脸的 出产于湛江本地的海鲜食材 既保证了新鲜度 价格也不贵 这样的风味美食 对老街人来说 实在是进水楼台鲜薄口福 因为它泡在整个这个海鲜食料和酱料的下面 所以把它再捞上来吃的时候 就感觉整个粉已经完全进入了整个这个料的鲜香的味道 海鲜的鲜香和酱料的浓郁 所以吃起来就是觉得身心特别的舒爽 完全的入味了 完全入味了 在有些微凉的早晨 喝上一口鲜美的跳跳鱼汤 来一碗汤汁浓郁的海鲜捞面 人的味蕾不由得被瞬间唤醒 再搭配上老街老景的独特景致 生活的滋味 因为一份惊喜而弥散开来 老街浸透着一个城市的味道 也刻印着一座城市的记忆 行走在赤坎老街 颁布的院墙 轻视铺久的台阶 无不速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 赤坎老街 曾是一片临海的商业码头 早在宋代 这里就已形成古商小部 敏浙 月穷等地的商户 纷纷从海上来这里经商 清道光年间 赤坎以商驴让兮 舟车俯凑 向官府注册登记的商船 就有四百多艘 成为月西商业的物流中心 作为历史的见证 时刻用来运输货物的 古码头一致 被后人精心保留了下来 我们刚才在这里走下来的 是我们的六号码头 赤坎古商部的六号码头 我们现在所处的呢 晚上都是填海出来的 1925年的时候填海 我们这一边呢 才是最古老的民居 以及我们的三叶的古商部 它之所以叫古商部呢 它有十个古码头 那些古码头呢 大多数的作用呢 都是用来运货物 那货物呢 就在这里装卸 20世纪 20年代初期 赤坎建设发展 进入鼎盛 商谷大兴土木 赤坎成为岭南商贸重镇 时光流转 如今古老的码头 成为了商业街区 近海的滩土 变成了住宅区 唯独老街的一条条巷弄 和老屋仍旧存在 在这些老屋里 至今住着许多 舍不得离开的老街人 陈叔叔你在家吗 嗯 我们来看你了 好 可以 帮你打扰了 哇 正在吃饭啊 宅宅的 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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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日盛是住间老屋的住户 他和老伴两个人 在这里共同 居住了十多年 对于他们来说 这几年老街最大的变化 就是游客渐渐多了起来 这几年啊 这个旧的房屋 都不能拆了 就是 把人家来乘光啊 这个码头啊 好多人在这里参加 每天都有好多啊 这些游客要来就多了 北京啊上海都来嘛 你都知道啊 他在这里看看 整天就在这里好 越闹了 这个人 他就这样了 这人经常跟一些游客聊天啊 嗯 陈大叔告诉我们 与闹市的繁华相比 老街的静迷更让人心动 这几年 虽然他们也可以搬到城里和孩子一起住 但是他们更喜欢老街 喜欢和街坊邻里说说话 和游客聊聊天 说一说老街的历史 这里住惯了呀 住惯了 这个老街坊 这个比较熟 那个老街坊 老街坊 老人在这里 有讲有笑 所以周围的这个住的都是老街坊老朋友 对 大家经常一起在门口 有说有笑啊 有什么就可以讲了 老街坊 老街坊比较好讲一点 有感情 沿着战将的海岸线一路向南 我们设置组来到了海边的一处旅游广场 从地图上看 这里处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我看这边写的就是中国大陆最南端了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边区域 对对对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最南端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边 做了四个一个方向指示牌 第一个是离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北极 就是我们黑龙江墨河的一个北极村 是4894公里 离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最南端 就是海南省的一个三沙市的一个永兴岛 僅有678公里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大陆最南端 前面那片海就是 对 前面那片海的就是我们对面看过去就是海南 对 独特的地理位置 让这片旅游区拥有许多人文景观 景区内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灯塔 依旧未来往船只护航照明 我们跟随着枪导来到海边 在这里从空中复看海面 能见到十分神奇壮观的河水线景观 我们这边我们现在看过去 就是我们看到两个浪 往中间拍河 我们如果用航拍从天空看的话 一条水线往海里面延伸 就跟河在一起 其实这条线的话就是我们叫做河水线 它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它是由于我们地球的一个自撞 像我们左手边这边是穹州海峡 它的水流的话是自东向西 我们现在看过去 这边很平静的这边是北部湾 它的水流是自北向南 有一个自撞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进行一个河拍水 两边的蜡在这边拍起来 什么叫河水线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正是涨潮的时间 水流之间的交汇还不明显 但是从空中俯瞰 还是能看到两条水流形成的奇特浪花 浪花从海面远处滚滚而来 沿着沙滩的方向涌起一层层的排浪 一道接着一道微微壮观 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大自然的奇特之处 由于海的两种不同状态 我们也给它形容分析一下 就是说左边的这么奔极 这么汹涌 像一个热心的一个男孩 我们这边很平静 我们叫一个网约的女孩 在河水线这个地方碰到了 激情的一个碰撞 所以其实我们看这后面的 这个两层浪交织在一起 真的很漂亮 像你告诉我的叫做十字浪花 然后可能跨过这片海域 就是海南岛 我们这边就以海南隔海相望 特别在网上的时候 海南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然的景观 人们把这片大海赋予了美好的想象 也让这片独特的景致变得浪漫 多情起来 近年来 身处大陆最南端的脚尾乡放坡村 也被当地人称作南极村 村民因地质疑发展生态旅游 开版于家乐和民宿 让这片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的旅游景点 成为了湛江最知名的休闲度假区之一 作为一座海滨之城 湛江不仅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还拥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海岛 其中湛江市东南处约40公里的 浪州岛不仅风光秀丽 还生产各种瓜果蔬菜 以及地方特产 我们试制组来到了有着 瓜果吹香美誉的浪州岛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东南码头客运站 一会儿我们要坐船去到对面的浪州岛 浪州岛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在那边的物产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们和小蔡姐在这边约好了 见面一会儿一起登岛上去看一看 小蔡姐久等了 没想没 我看这边的码头 就是大家平时坐轮渡 去到对面岛上的码头 是的 这边是坐客床专门在园 另外那边是渡船来的 可以载车的,也可以载货车 所以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我看刚刚这些都是下岛的 当地的居民吗,还有游客 大多数都是居民来的 因为我们岛内很多人在外面工作 学习的,上学的 他就会在这里出去 岛上也有很多人住吗 有啊,我们岛内有五万人 有五万人 所以这样看来 这个岛的面积很大的 有五十六平方公里 算起来不行 待会带你转一下 好 负责宣传工作的蔡婉林告诉我们 虽然奴州岛并不算 湛江最大的海岛 但是因为距离是区近 再加上各种丰富的资源 常年定居在海岛上的人很多 跟随蔡婉林 我们登上了前往 澳洲岛的客轮 像之前的话 夏天我们这里就水放进来的 很多,尤其是周末 周末都是家庭形式的过来 我们岛内是以海场 还有农作物为主 待会去到你就看到一片都是绿色 听着蔡婉林的介绍 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海岛之行更加期待 在海面上行驶了大约二十分钟后 我们抵达了奴州岛 奴州古称芒州 在二十至五十万年前 由海底火山喷发而成 是中国的第一大火山岛 海岛面积将近五十六平方公里 地势平坦 居民大都集中在海岛沿岸 其实我们奴州岛 是因为火山泡发呈现出来的一个海岛 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比较肥沃 有火山灰的成分 矿物质都比较高 所以种出来的水果质量也比较好 在我们这里火龙果收购都很 价格上面是挺受欢迎的 但我们价格偏高一点点 得益于优质的土壤 奴州岛上种植出的火龙果 不仅未美都知 收购价格已比岛外要高出一些 因此农户们种植火龙果的积极性很高 在蔡婉林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奴州岛上的赤马村 这里是岛上火龙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基地之一 哇 这边看 两边结的都是满满的火龙果 可能还没有完全长熟 都是绿色的 哇 等到它们都变红了之后 这一天得多好看啊 再有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五天到一个星期 小心啊 哇 这个红了吧 已经有变红了 火龙果每年可以开花12到15次 它们的采收期很长 再加上春冬季补光 产果期甚至能达到6到7个月 因此每隔一周左右的时间 农户就要收果一次 在地里 我们见到了正在采摘火龙果的豆纹席 它家在这里种植了15亩地 哇 这个好大啊 我们平时摘果都是这样子的 它这里把它这样子放远一点 这样直接剪下去 不能看着后面拖着 因为怕它把它剪浪 剪到皮的话 它就卖不出去了 哦 所以要穿透上面 这个绿色的叶子是吧 放进来一点 好吗 这样扶着它就可以剪了 你来吧 你来试一下 因为火龙果的果实生长在叶晶上 所以采摘的时候 一定要连着根一起剪下来 这样既能保证果实有一个好的脉象 也不会破坏整个果心 在现场 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回 采摘火龙果 嗯 紫荫呢 可以了 对 好大的一颗呀 跟我的这个脸比一下 有一个快比我的脸大的一颗 大大的火龙果的颜色特别鲜亮 可能因为今天阴天 如果说太阳更好的时候 阳光打在这个果子上 颜色就会更亮更好看了 董文奇说 在他们这里 火龙果的每个果精上 只保留一到两颗果实 所以营养其中 这样果实就会长得又大又甜 最大的火龙果能达到两三斤中 啊 闻着都是那种清香味 大大的吃一口 大大的吃一口 嗯 吃一下 大大的颜色 就是天然的这种染料的颜色 很漂亮 很清甜 嗯 就是 尤其是 越往心里面吃就感觉越甜 对 它的心里面是更甜的 里面是更甜的 好 富含各种维生醋 以及蛋白质的火龙果 吃起来口感绵柔顺滑 甘甜中还带有一丝独有的清香 十分好吃 同时火龙果的果肉糖分以葡萄糖为主 人体容易吸收 也很适合在运动后补充体力 因此 瑙州岛又大又甜的火龙果 深守市场欢迎 这样一般都是会卖到哪里去 广州的收购商的话就比较多 嗯 因为它那里是个中转账吧 它在收购到广州去 然后它在小碗全国过地嘛 因为我们的火龙果保鲜工作嘛 嗯 还不是很先进 它不是削得很远 嗯 我们希望它以后能够削得更远了 嗯 所以就是如果有更好的这样的保鲜的手段 能够运到更远的地方的话 嗯 可能在 如果很北方的一些朋友的话 也能吃到 瑙州岛这种又大又甜又漂亮的火龙果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啊 夕阳夕下 博物中的瑙州岛显得十分美丽 码头上 渔民们载着海货 正在回家的途中 田地里 农民们还在耕耘着一亩亩凉田 平静的海岛上 每一个人都在辛勤地劳作着 他们收获着丰收的喜悦 也创造着这座海岛的未来 乘船出海 体验扇贝养殖的独特方式 三个月主要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看它大了多少 品尝鲜美扇贝 感受村民的海上生活 最朴实的愿望 就是赚更多的钱 把荒荒品质养得更好一些 让生活更好 近海养殖一直是虚文的支柱产业 每年仅水产品的总产值 就高达18亿元 依靠着优质的海洋资源环境 当地人培育出了 对虾 生蚝 金昌鱼等知名海产品 其中 海巴针之一的扇贝 也是这里的特产之一 我们来到了有这 扇贝之香美育的脚尾香 在村口的码头上 我们见到了当地的养殖大户 陈甲 陈大哥 你好 你好 在这边正在做什么呀 在狗狗狗狗上扇贝咯 这个就是那个红楼 对 红楼 对 这样就能直接看到肉了 对 直接看到它是活的 但这都是活的是吧 对对 还能再长 对对对 那现在你在干嘛 那为什么把它捞上来 又装到笼子里呀 对 因为它是大了嘛 我们放在笼子里面比较多嘛 现在把它分少了嘛 就是那个笼子比较脏的话嘛 那个螺子会长不大 对 要分在这个笼子里面 陈甲告诉我们 这种通体红色的扇贝 也叫海上阁 当地人喜欢称它们为红螺 按照扇贝的生产规律 从幼苗到成品 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中途需要四到五次上海分浅的过程 开始那个苗有多大呀 跟那个土砂这么小 我们拿那个比较密的 那个袋子装好的 装好了 要放在海里面养 养了大概有15天 左右20天 我们以后拿上来分这样 然后现在这个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大概要四个月左右了 四个月左右了 我看对比一下 四个月 你看看里面这个螺肉 还是挺大个的了 对 从四个月从这样的小沙子 变成这么大壳 那最后一共要养多长时间 大概十个月至一年这样 一年 陈甲告诉我们 按照扇贝的生长规律 一般长到六到七厘米左右 就属于比较成熟的扇贝 这个时候的扇贝肉质饱满 进食 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 都到了最佳的程度 因此 这一场出海 陈甲不仅要把右脚的扇贝 再次加海养殖 还要收成一批新鲜的成品贝回来 坐上渔船 我们和陈甲一起 前往他们的海上扬质场 多远啊 大概要拍二十分钟船只要 二十分钟 对 相对来说 海风还有一点点大 对 应该雙风风 挺浪静来的了 也就算很轻松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养海红萝更好一些 对对 这样我们做工都不那么辛苦 那我们看前面 一排一排的那些都 这个就是我们搞来养一个萝卜的 就是把那个砖锅固定好 那个泡沫啊 那个浮熟之类的嘛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行程 我们来到了陈甲一家的海上养殖场 他告诉我们 海上看到的这片八十多亩 一万多龙的扇贝 都是2022年下的幼苗 一到养殖场 陈甲和妻子两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虽然他们养殖的扇贝是一种 耐干性很强的品种 在无水的情况下 也能够存活三到四个小时 但是像今天这样 上岸进行挑检 运输 还是需要抓紧时间 把幼苗兜头放到海里 这一条绳要挂多少呀 这个两个范墨之间呢 有二十三龙四龙左右 二十三四龙左右 所以呢这种天气呢 我们最好干活了 就这种呢相对来说好一点 那种风浪更大的时候是吗 风浪啊 对 风浪更大的时候 也是这样做 可能就辛苦一点 那船还会摇来摇去啊 白洞嘛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慢一些 会更辛苦一些 对 像平时把它们放到海里的话 还要做哪些工作吗 不用不用 就直接掉到海里面 就是就像这种的 三个月主要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看它大了多少 如果大了能够上市了呢 我们就把它拉上去卖了 陈家告诉我们 山北养殖虽然不需要太多的照顾 但是非常看重生长的环境 良好的水质 不仅能够保证山北健康成长 更能够为它们提供丰富的饵料 而它们所在的这片海域 水质状况十分优良 很多地方都达到了国家一二类水质 同时这里的水温 常年保持在10到15摄氏度左右 非常适合山北的生长和繁育 优质的水域环境 让这里的山北生长状况十分优良 在完成幼苗投放的工作后 陈家带我们来到了成品贝的养殖区 天 这个比较重来的 好沉啊这一段 对 这个就是养大了 放放久了 它这个龙主就会脏一点 这个养大了 跟刚才那个小的三个月的 这个重量真的是不一样 陈家说 因为脚尾腔出产的扇贝品质优良 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外地的商户 来订购商品 有时候他们一天就能卖出几百斤 到了每年的90月份 是这里成品贝其中上市的时间 那时候整片海上 就会排满收获上面的渔船 场面十分壮观 哇快看里面 这个里面的红萝肉 就很大个了 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三个月的比 就是有很大的差别 它应该每个都有来的 从全部到处挺年轻的 我大概有八十毫左右吧 八十毫左右 对 好像我们现在能物质所及 这一大片全年 对 你叫框来的 它这个产量能有多少啊 这个产量啊 一到价格好的话呢 有三四十万左右吧 陈家说 每年三四十万元的收益 扣除人工和购买被苗的成本 一年下来 它们能够有二十万元的利润 在当地 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入 这几年 村里的许多渔民依靠养殖善备 有了更好的收入 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忙碌了一上午 陈家和妻子会到家中 为了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扇贝的纤维 他用当地传统的烹饪方式 清蒸了满满一大锅的扇贝 哇 这样热气腾腾的 这样一大盆都是煮好的红萝 哇 比较肥的啊 这个萝卜 是呢 我就直接上手了 这个肉非常的厚实 这样一抓着觉得 哇 而且是没有放任何调料的 对 嗯 所以甜点心来的 嗯 有了 很好吃很有嚼劲 对啊 满口的这种 咸鲜香 哇 就感觉 想要一口吃好多个 放在这里面吃 就像它这个白色的 就是比较肥的嘛 这个东西啊 就像这个红色的也一样 就跟那个螃蟹一样嘛 那个黄的那种 有黄有膏 对对对 所以看到有这种的话 就说明 嗯 那现在那个季节 那个螺就比较好吃一点了 嗯 就比较肥嘛 嗯 因为是刚捕捞上来的扇贝 保持了食材最为鲜美的味道 再加上扇贝厚实肥美的肉质 吃上一口满嘴生鲜 几乎让人听不下来 陈甲说 在他们这里 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扇贝 不仅可以用来清蒸 还能做成蒜蓉粉丝扇贝 扇贝蒸蛋等等 如今 依靠着村里的深加工企业 扇贝更是不愁消禄 几乎养殖多少 就能卖多少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吗 现在也是养这个东西啊 就是看养鸭养多养少啊 或者就基本上就固定了 就是再养两万龙主要了 也不想搞那么多了 太多了也更加辛苦 是不是 大家有什么愿望呢 我也是一样啊 就努力做 装多多鲜啊 如今依靠着孩子养殖 脚尾香每年仅养殖业的收入 就有六千多万元 而随着深加工的企业越来越多 也让村民们的海鲜 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加工和保存 未来在这片蔚蓝的大海上 生活在海边的人们 还将继续耕耘 收获丰硕的过失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